好 那麼中秋連假最後一天的車禍事件多 也造成了駕駛死亡 那麼在台11縣14.1K 黃牌重機的亡性駕駛 在南下路段時疑似是車速過快 自撞路燈桿 那麼在救護人員送醫之後仍然是傷重不治 中秋連假最後一天 也造成了許多交通意外的事件發生 在延寮村的台11縣 就有一名來自新北的重機騎士 疑似操作手機 機車右邊撞擊路邊路燈之後 蓬飛5公尺 因為像今天就好了 前面那裡車禍 也不知道怎麼發生的 沒有人知道 因為那裡沒有攝影機 也沒有監視器 所以說我建議我們的交通隊 還是我們的鄉黨 可以關心一下我們村莊 海岸線 實在是太恐怖了 相關的車禍罩折 目前也正由警方進行厘清 警方也呼籲用路人 在行經不熟悉的路段時 請注意行車安全以及車速 以免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記者林杰 搜封箱採訪報導